到底要怎么协助孩子为他们提供适切的引导和支持 又要如何协助孩子因应长大后未知的世界呢 教育处特别邀请到国中三年最强父母求生指南的畅销作家 洛洛老师带家长从同理心与辅导角度出发 搭配学习策略应用 让青少年孩子们得到终身适用的情绪力与学习力 最主要就是用一个金字塔的格式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上了国中到底孩子会需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 像最下层我是用能量管理 中层是学习策略 再上层是情绪管理 那我觉得在这三个部分 其实是现在孩子在面临青春期他们最需要的部分 那我觉得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现在新时代的家长们 其实大家都很希望能够贴近孩子的生活 能够希望孩子在课业学习优良的状况下 还能够身心发展健全 来协助我们家长来了解我们如何在孩子面临选择的一个关头 我们提供给他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探索 所以我们觉得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宣导活动 然后来达到适性养财 陪伴孩子协助孩子 让他们在动态结构中成长 探索性下发现自我的亮点 我们必须要陪伴我们的小孩子度过了他人生的这个重要的转折点 那我们听了这次的演讲之后呢也学习到很多要如何鼓励我们的孩子 关心我们的孩子 对他很好的一个方法来帮助他成长 印象最深刻一句话就是说 每一个小孩就像一个种子 都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去施肥照顾他长大 对这是因为没有一个人都会生来就会当父母嘛 对所以来上了这个课让我觉得 重新调整我的心态 然后跟小孩好好的相处 对找到一个跟他适合的方式 让他快乐我也快乐 在教养与学习中找到着力点 进而发掘孩子的性向 由更多的面向来思考未来多元生涯发展的无限可能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